只因为我忘记给初恋的宠物狗喂一次狗粮 老婆竟然把我锁在郊区别墅三天 房子失火 我打电话和老婆求救 求她把钥匙的位置告诉我 她却不紧不慢地回我 今天是子俊的生日 你别想搞破坏 等子俊生日过完 她开心了 我自会放你出来我想要自救 可是水被停了 信号被掐断了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大火包围 等到屋内物品烧成灰烬 我烧得只剩下白骨也没等到救援 我的尸体躺在角落里被大火烧得惨不忍睹 我的胃空荡荡的 被关在屋内的第三天 柳如烟断了我所有的食物 只因为我忘记给周子俊的狗喂狗粮 狗乱吃东西中毒 他觉得我在吃醋故意害死周子俊的狗 周子俊泪眼朦胧地痛斥我 你为什么要虐待小白 如果你不喜欢我 我走就是了不等我解释 柳如烟就猝着眉唇角紧敏盯着我 他与其冰冷 谢鱼 你真够恶毒的他怒吼 道歉我摇头 柳如烟 我没错 我为什么要道歉 我拢供替周子俊照顾这只狗 被咬了三次 打了三次狂犬疫苗 昨晚我只是打狂犬疫苗 吃了药困了 忘记给狗喂狗粮 我怎么也没想到 这只狗会乱吃东西中毒 连子俊的一只狗都要欺负 你可真不是个男人 过几天就是子俊的生日了 你这么容易吃醋 就待在这里别出来了 省得出来破坏子俊的生日宴会 啪 周子俊举起手 一巴掌落在我的脸上 我正准备还手回去 柳如烟却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既然你死不悔改 就待在这里 直到你愿意认错为止 柳如烟将我锁在了郊区的别墅里 大火起得突然 所有的窗子被封死 而且我三天没吃东西 根本没力气跑远 我抓起手机 给柳如烟打电话 柳如烟钥匙呢 柳如烟正在为周子俊举办生日宴会 他不冷不淡地回我 这才几天你就受不了了 你虐待子俊狗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子俊的狗有多难受 今天是子俊的生日 你别想搞破坏 等子俊生日结束了 他开心了我就放你出来 我歇斯底里地喊 柳如烟 着火了 求求你告诉我要是在哪里 只听见他冷笑一声 你又想玩什么把戏呢 害死子俊的狗还不够 还想破坏他的生日马 嘈杂的声音里一道难声传来 如烟 快来切蛋糕了 电话里响起生日快乐的祝福 而此刻的我却被困在火场里 等待着死亡 如烟 你让鱼哥一起来吧 柳如烟说 不了 他来了肯定不安分 他这个人就是善妒 等一下又莫名其妙地吃醋 把他关起来 饿几顿 他才会知道错 我的鼻息被烟雾腔倒 断断续续地发出 屋叶的求助 电话被挂断 我打电话给消防 却发现屋内的信号被掐断了 厕所的水也被停了 靠在墙角 我用手不断地扒着窗户 试图将锁死的窗户打开 直到我的手磨破流血 也没能将窗户扒开 只能在痛苦中 任凭火焰将我吞噬 二 死后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灵魂飘到了柳如烟身边 办公室里 柳如烟刚刚开完会 以前我时常缠着柳如烟 喜欢做爱心便当 送到他的办公室 而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有来过了 他忽然想起什么 蹴了一下眉眼问助理 谢瑜呢 他考虑好了没有 他什么时候愿意给子俊道歉 助理脸色一变 思虑一会儿回答 刘总 谢先生应该还在别墅里 柳如烟顿了一下 他什么时候愿意给子俊和小白道歉 什么时候再放他出来 他这么恶毒 就应该教训一下才会听话 否则只会毫无底线地吃醋 连一只小狗都不放过助理 正准备离开给我打电话 柳如烟却突然叫住他 等等让他多待几天 过几天再将他放出来 助理犹豫半赏最终还是点头 好上一次 被周子俊的狗扑倒 我跌倒在地上后脑磕到石头 柳如烟看着我不为所动 他用脚踢了踢我的手 解鱼 演技不错 只可惜 我不吃你这套 装什么 快起来 直到我的脑袋流血 柳如烟脸色一变 才让助理送我去医院 见我脸色不好 柳如烟只是随意地安慰我几句 不过就是撞到了头 又没有伤到哪里 但是子俊的狗 只有这一只当着我的面 周子俊抱着狗对着柳如烟 看 这是妈妈 他们对着狗自称爸爸妈妈 可柳如烟却因为不在乎而把我们的孩子打掉 他的借口永远都是工作忙 周子俊的狗生病的时候 柳如烟着急地不行 带着周子俊和狗赶往医院 我生病的时候 他只会冷哼一声问我 又装病有意思吗 就连一条狗的性命都比我值得他费心 周子俊的狗中毒的这些天 柳如烟天天陪着周子俊跑宠物医院 对着一只狗柳如烟露出了心疼的表情 可我住院的时候 他也从未露出过一丝心疼的意味 周子俊的狗康复出院 柳如烟还让助理订了蛋糕 今天也是我的生日 我的尸体在别墅里却无人知道 助理小心翼翼地询问 是给谢先生订蛋糕吗 柳如烟拿着手机的手愣了一下 他配吃吗 你也别帮着他一起试探我了 订一个宠物蛋糕送过来 快点 记得不要放巧克力 狗不能吃巧克力看啊 他连狗不能吃巧克力都记得 却不记得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的灵魂飘荡在空中 看着柳如烟陪着周子俊和一只狗过生日 我觉得荒诞又可笑 周子俊摟过柳如烟的肩膀 如烟 谢谢你 你对我真好柳如烟笑了一下 靠在他肩头 傻瓜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一定会让他给你和小白道歉的 如果不是他恶毒到不给小白吃饭 小白也不会吃这么多苦 说完他眼里闪过一丝狠力 三 柳如烟打开手机 看我的微信聊天框 我已经很久没给他发消息了 助理推门而入 面色有些难看 刘总 郊区的别墅好像发生火灾了 要不要过去看看 柳如烟名下的房产很多 他想了想便说 发生火灾就灭火助理叹气 可是谢先生好像还在别墅里话音落下 柳如烟却笑了 他眼神森冷地瞧着助理 吴助理 谢瑜告诉你的吗 他开这种玩笑 不过就是为了逃出来罢了 他就是想躲避惩罚 你告诉他 除非他给子俊道歉 否则他别想出来 助理硬着头皮回答道 好的助理离开 办公室被人猛地踹开 徐婉婷站在柳如烟面前声音颤抖 柳如烟 谢瑜呢 柳如烟不紧不慢地抬头 在别墅里 徐婉婷是柳如烟的好闺蜜 是我们大学的共同好友 那谢瑜怎么不接我电话 柳如烟无所谓地笑了笑 我怎么知道和柳如烟淡定自若的神色比起来 徐婉婷显得焦急 他揪住柳如烟的衣领 柳如烟 你是他老婆 你不知道谁知道 柳如烟慢悠悠地在协议上签字 拍开揪住自己衣领的手 他在郊区的别墅里 你可以自己去找他 不过在他给子俊道歉之前 我是不会放他出来的 听到别墅 徐婉婷脸色沉了几分 郊区 那里这么偏远 连外卖都送不进去 他去了这么多天吃什么 柳如烟顿了一下 他一个大男人自有办法 总归饿不死 何况这只是我给他的惩罚 我说了 只要他愿意给子俊道歉 我就放他出来 他既然不道歉 那就别想出来了 离开前 徐婉婷瞪了他一眼 他开车来到别墅找我 打开别墅门的时候 忍不住皱眉挡着鼻子 里面全是烧焦的味道 他脸色一变 立马冲到了我的房间 门已经被烧黑 轻轻一撞便开了锁 黑曲曲的尸体 缩在角落里 看见我的尸体 徐婉婷瞬间愣了神色 他不可置信地跪在了我的身侧 就那样木讷地看着我 看着看着他 掉了一滴泪水在我的手上 而我的尸体 像是许久未汲取过水源的沙漠 立马将那滴泪水蒸发了 四 死之前 我又口渴又饿 我最怕热了 被大火吞噬的时候 我生不如死 那一瞬间 我彻底后悔爱上柳如烟了 徐婉婷跪在我的尸体边上 颤抖着手给柳如烟打电话 柳如烟 他死了柳如烟沉默半赏 舒得笑了一下 徐婉婷 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幼稚了 陪着他玩这种游戏 男人急促地喊了一声 如烟 小白吐了 柳如烟脸色也随之一变 立马说 行了 我儿子病了 不跟你说了 徐婉婷怒吼 你还是不是人 他是你老公 你老公死了 你还对着一只狗喊儿子 可惜柳如烟 没听见徐婉婷后面说的话 柳如烟抱着狗急匆匆地 赶往宠物医院 周子俊自责道 都怪我 都是我没有保护好小白 柳如烟挽住他的手 温柔安慰 小白不会有事的 周子俊怀抱住他 小白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不能没有他 柳如烟点头 我们的孩子不会有事的 柳如烟对着一只狗 都能这么深情款款 对着我却不行 狗送进抢救是 周子俊着急地流出泪水 真是好演技 柳如烟阴沉着一张脸 给我打电话 我的手机早就在火里 烧成一片灰烬了 这是他第一次 主动给我打了三个电话 只不过还是为了 向一只狗讨要一个公道 让我为一只狗道歉 周子俊越难过 他就越讨厌我 他打电话给助理 你现在让谢鱼滚过来 现在立刻马上去别墅 把他揪过来 我的尸体被徐婉婷带走了 助理到别墅的时候 只看见被烧得漆黑 惨不忍睹的房间 房间的墙上带着血迹 那是我通道 抓着墙壁挠出来的血 看见这一幕 助理都不由地害怕 血迹夹杂在墙壁上 地板上 恰好这时 柳如烟又打电话过来催了 他怎么还不给我滚过来 不就饿他几顿让他体会一下小白被饿的经历 他有什么好闹的 助理颤颤巍巍的回答 刘总 谢先生他 他好像死了五 柳如烟听见这话争了一下 很快他的神色就恢复了平静 呵 他死不了 他这么恶毒的男人 祸害一臭千年 你警告他 要是小白出事了 就让他拿着他的命来陪葬柳如烟 可是啊 我比狗先死了 要陪葬 也是狗来给我陪葬 柳如烟一直觉得我恶毒 可是曾经学校的团建 他被困在暴雪里 是我背着他回到酒店的 那个晚上 他烧了整整一夜 迷迷糊糊 看见了我的手链 可后来 周子俊捡走了我的手链 柳如烟一直认为 救他的人是周子俊 和柳如烟结婚后 我向他解释 可他不相信 他觉得我为了让他喜欢上 什么谎话都编得出来 狗抢救出来 柳如烟神色焦急 立马走上前去 这只狗在柳如烟这里的待遇 都比我要好 周子俊担忧地抱着狗 爸爸在这呢 别怕 没事了 以后爸爸会保护好你的 柳如烟结果狗 将它护在怀中 如果早知道 和柳如烟在一起 会让我生不如死 我也不会爱上它了 燃成灰烬的 不仅是我的尸体 还有我的心 柳如烟不喜欢我 我向来是知道的 我总以为啊 他是快兵 我迟早可以将他融化的 可是他的心是石头做的 死缠烂打 追了他整整三年 我满心欢喜地 天天给他送早餐 练舞蹈的时候 给他送水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 他对我的态度 忽然有了转变 送水送早餐的人 变成了他 他倒追了我一个月 在朋友的起哄下 我答应了 有一天他开口问我 我嫁给你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他没说什么事情 我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为了和他在一起 我什么都愿意啊 他说 周子俊得了白血病 需要骨髓移植 你和他配型成功 你能不能为他捐骨髓 大概是昏了头 我答应了 柳如烟也兑现了承诺 和我结婚 我以为他喜欢的是我 其实他喜欢的是我的骨髓 婚后我们常常吵架 柳如烟总是淡定自若地看着我 谢瑜 别闹 我说了 我们结婚 我就不会和子俊有联系了 婚后柳如烟怀孕三个月的时候 周子俊和小白来了 因为有了孩子 我本不在意他们会发生什么 可是没几天 柳如烟却流产了 我心痛万分 更心疼他的身体 柳如烟却告诉我 是我自己打掉的 目前我只想专注事业喝 事业 他分明是为了周子俊 不想生下我的孩子 一想到我为出事的孩子 我的心就开始绞痛 看着柳如烟 小心翼翼地将一只狗抱在怀里哄 就连狗吃东西 他都拿着勺子亲自喂 他安慰周子俊 子俊别担心 周子俊难过道 可是我得了白血病 不能有孩子了 如烟 我把小白当成孩子 他死了我就没孩子了 柳如烟顿了一下 我和谢瑜的孩子 就是你的孩子 我可以生听见这话 我笑了 笑我自己傻 傻到我的喜欢的人 让我给他喜欢的人捐骨髓 我都愿意 甚至他还在谋划着 要把我们的孩子给别人养 周子俊看着他 这样对谢瑜会不会不太好 他温柔地瞧着他 不会 没事的 我生下的孩子 他管不着我的尸体 被徐婉婷运走了 六 今早周子俊 闹得要死要活自杀 他大出血躺在医院里 他是熊猫血 我也是 柳如烟对助理说 放他出来吧 子俊现在在抢救室 让他马上去医院 给子俊献血 如果不是周子俊自杀 柳如烟大概这辈子 都不会来看我一眼 也不会将我放出来 只是我已经死了 助理面色凝固 吞吞吐吐回答 可是刘总 谢先生不在别墅里 谢先生的房间 已经烧完了 谢先生可能遭遇不测了 柳如烟猛地起身 身后的椅子 被他起伏的动作 摔倒在了地上 他神色阴沉 现在去别墅 我看他准备演到什么时候 这么能演 不给他颁发一个奥斯卡 都可惜了 别墅很偏僻 几乎荒芜人烟 所以火烧起来的时候 无人知晓 门被推开 柳如烟就冷笑一声 嗅了嗅 装挺像的 为了和子俊争风吃醋 连房子都给我烧了 他朝着别墅大喊 谢瑜 滚出来 你现在出来 我就原谅你了 可是无论他怎么大喊 我都不会出来的 助理带着他 走向二楼的房间 走到门外的时候 他的眼神暗淡了几分 有些惊讶 而后情绪很快就恢复了 就算看见 被烧成灰烬的房间 他也不相信我死了 直到现在 他都觉得 我是为了逃避 助理指着墙角的血迹 那可能是谢先生的血 他的目光看向那道血迹 他怎么可能会死 这不过就是他的魔花罢了 他拔高音量 似乎认定了 我还在别墅 并且没死 谢瑜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别跟我玩什么花招 如果不是你害小白中毒 子俊也不会自杀 你不道歉可以 现在立刻马上出来 给子俊献血 周子俊闹自杀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他上演了好几次 多到我记不清了 这招数 他无论玩了几次 柳如烟 还是会相信他 他每一次自杀 就失血过多 我就需要为他捐血 另一边 天空下起了绵绵细雨 徐婉婷守在我的尸体边上 他不是我的亲人 也不是妻子 没法为我火化 要给我火化 他还是得联系柳如烟 但柳如烟根本不相信我死了 他觉得这一切都是我的手段 柳如烟在医院里徘徊 给我打电话 这一次的电话被打通了 接的人是徐婉婷 我的手机烧毁了 但是电话卡没有 他将我的电话卡 插到了新的手机上 柳如烟拧着眉眼 话音冰冷 谢瑜 你现在立马滚过来 给子俊捐血 要是子俊出事了 就拿你的命来赔 这话我都要听腻了 有本事让周子俊和他的狗 一起来我陪我 徐婉婷默默地听他说完 柳如烟 你就不是人 他都死了 你还要这样对他 柳如烟抿着脖唇 嘴角勾起 徐婉婷 你喜欢他是吧 你们两个不会背着我搞在一起了 说不准你现在陪着他在哪里私混呢 要不然你陪他演戏做什么 徐婉婷脾气向来温和 这是我第一次看他红了脸 柳如烟 你自己肮脏就不要看别人也脏 柳如烟也不爽的拔高音量 带着欲怒回答 我告诉你 他要是这么想死 就赶紧去死 整天把自己的生命拿来开玩笑 动不动就死 他有本事就去死 别让我看见他还活着 徐婉婷不再说话挂掉电话 他无奈地哀叹一声 抱着头埋在双膝下 他走到我的尸体边上 对不起 就连你死了 我都不能照顾好你 我的火化进程也因此耽搁了 我的尸体没法火化 我也不想火化 因为我是被烧死的 死后我怕火 我还是希望徐婉婷 别执着地为我火化了 七 生前我最喜欢围着柳如烟转 为他做爱心便当送早餐 他随手将我的早餐送周子俊 周子俊还发了一条朋友圈 早餐真好吃 如果不是周子俊那条朋友圈 我也不会知道 原来每天辛辛苦苦做的早餐 他都没吃 我和他吵架 柳如烟严肃地看着我 听好了解语 就算我不给子俊也会扔掉的 别什么醋都吃 要是你醋意这么大 就别送了周子俊自杀住院了 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问他 如烟 我想吃鱼哥做的早餐 可以吗 柳如烟顿时清醒了 我现在去找他做柳如烟打我的电话 但是被徐婉婷拉黑了 他立马急匆匆地跑到徐婉婷家底下 徐婉婷 谢于躲到哪里去了 子俊想吃他做的早餐 让他赶紧做一份徐婉婷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的人 一巴掌扇在他脸上 柳如烟 你真该死 你不配当他的妻子 柳如烟的嘴角一出血液 他的眼神冷了几分 抬手准备打回去 树然他又放下了手 徐婉婷 真是可惜了 他就是我的舔狗 你再喜欢他 又有什么用呢 我喜欢柳如烟 并非我一意孤行 我觉得他曾经救过我 高三的时候 我就是被困在活场里 是柳如烟救下了我 从那一刻起 我就喜欢上了他 所以后来我才会不顾一切地 救下雪山里昏迷的他 徐婉婷垂眸冷笑了一声 嘴角车起地笑似时自嘲 柳如烟 你会遭报应的 曾经我因为要和柳如烟在一起 和父母闹到断绝关系 以至于婚后的两年 我都没有和父母联系过 妈妈知道我给周子俊 捐了骨髓的时候 他一个人坐在病房外 哭了一个晚上 那个时候我内疚过 我不顾一己私欲 可是最难受的人是妈妈 我愿意救周子俊 也不仅仅是因为喜欢柳如烟 更是因为他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 和柳如烟没有婚礼 只是简单地吃了顿饭 但是妈妈没有出席 他说我要是敢结婚 就断绝母子关系 为了和柳如烟在一起 我真的和妈妈 好久没再联系过 我生日那天 是我死后的头七 柳如烟在给一只狗 吹生日蛋糕 只有妈妈记得我的生日 妈妈好久联系不上我 她来到了我住的城市 来到这的时候 她又忍不住抹了一把泪水 妈妈那么渺小 却又那么伟大 我爱柳如烟的同时 却忘记了爱妈妈 妈妈两年后主动给我打电话 却想不到接电话的人 是陌生的女人 收到的是我的死讯 徐婉婷将我的尸体 移交给了妈妈 尸体看上去惨不忍睹 外人看见都恶心的程度 只有妈妈心疼 八 宠物医院的医生告诉柳如烟 狗不是食物中毒 也没有挨饿过 就是狗上了年纪 生命快要到了而已 人有生老病死 狗也是 这是正常的这一晚柳如烟 一夜未眠 心事重重 直到周子俊 说自己好像要犯病了 她到了医院 守在周子俊的床边 我为周子俊捐过骨髓 所以我的身体素质 也没之前那么好了 漆黑的夜里 属于我的手机号码 拨通了过去 徐婉婷将我的手机卡 还给了妈妈 打过去的时候 柳如烟有些惊喜 你终于肯认错了 想明白了是吧 你现在在哪里 我过来接你 话音落下 久久没有得到回复 如烟 我是谢瑜的母亲 柳如烟握着手机的手 停滞在半空中 妈 妈妈极力克制着自己的哭腔 为什么谢瑜死了这么多天 你都不管她 为什么 文言 柳如烟的脸色刷得白掉了 她醋眉 妈 你在说什么 被饿了好几天 死前我的脸颊都瘦了许多 柳如烟失火的别墅 被举报了 举报的人是妈妈 她走到别墅底下 看着一圈的警察 神色恍惚 走到二楼那间 锁着我的地方 警方告诉她 那个角落 就是我死掉的地方 她愣住了 她抬头看着警方 不可能 她肯定逃走了 直到警方拿出我的照片 她相信了 警方指着角落 那干涸的血迹 检测过DNA 是你丈夫的柳如烟 紧紧捏着那张照片 缓缓地摇头 不可能 不可能 她不会死的 她怎么可能会死 我只是想惩罚她一下 她这么爱我 怎么可能舍得离开我 她顺时失去所有力气 双腿发软跪在了地上 她用双手覆盖在那干涸 却鲜红的血迹上 那些触目惊心 血沿着墙壁到窗户 窗户上还有我的手掌印 她出神地看着警方 这是油漆队吗 警方不说话 她又看着助理 你告诉我 这是油漆对不对 你说啊 你说这是油漆 所有人权 当她因为丈夫离世 接受不了封了 这时 周子俊打着电话 喜悦地告诉她 如烟 小白地病好了 周子俊再次开口 如烟 你不来看看小白吗 柳如烟紧闭双眼 沉默地将电话挂掉 九 在警方的带领下 柳如烟看见了我的尸体 法医告诉她 死者胃部在死前好几天未进时了 听见着 柳如烟一直垂着的头 在此刻猛地抬起 她看着法医 眼里似乎带着一丝犹豫和不敢相信 柳如烟跪在我的尸体边上 尸体被烧得腐烂难看 我只是想噩噩她而已 我没有想让她死 她握着我的手 手上的支架被烧光了 头发也是 因为喜欢她 在她面前我向来在意形象 可是此刻死掉的我早已形象全无 她晃了晃我的手 醒来啊 谢瑜 你不是喜欢我吗 你为什么睡着了 她为了周子俊的一只狗 不惜将我扼住 徐婉婷冲进里面 毫不犹豫一巴掌扇了过去 柳如烟面无表情地看着徐婉婷 任凭她打骂自己 徐婉婷大喊着 你为什么要把她锁在房间里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她 我现在告诉你 你知道她手上的疤痕是怎么来的吗 是当年就你留下来的 你把别墅的信号断了 水也断了 你真狠 你恨不得要了她的命是不是 柳如烟喊喃自语 我没有 我只是把别墅锁了而已 柳如烟推开徐婉婷冲出去 她油门一踩就找到了周子俊 她的脸色不再是往日那般温柔 而是带着阴森森的冷意 看着病床上的周子俊 周子俊有些害怕声音虚弱 如烟 门是不是你锁的 周子俊看着她 如烟你在说什么 她声音又冷了几分 门是不是你锁的 周子俊颤抖着捂着伤口 我不知道 我疼这一次 柳如烟却不为所动了 宠物医院的医生打电话告诉我了 小白不是食物中毒 你次次让我误会 谢于给小白下毒 还有 别墅的房间门我从没锁过 只有你有别墅的要是 周子俊脸色苍白 想要为自己辩解 柳如烟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 周子俊 当年救我的人不是你对吗 周子俊不敢说话了 是 警方介入调查 柳如烟回到了家里 夜里她忍不住红了眼眶 她靠在窗边眼泪一点一点滚落 这时她才注意到柜子上的体检单 胃癌早期是可以治愈的 抱着那张单子 她哭了很久 根据警方的调查 别墅的失火使人为纵火 纵火的人被抓到了 是周子俊雇佣的 柳如烟恶狠狠地看着周子俊 紧紧握着的拳头 她忍不住颤抖地质问 周子俊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周子俊低头笑了笑 柳如烟 是你自己要将他关在别墅里的 是你亲手杀死了爱你的人啊 当年救你的人确实不是我 是谢于推你下雪山的人 是我柳如烟的眼睛红了 你是疯子 周子俊头发凌乱 双手戴着手铐 我是疯子 你也是 是你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 她连山周子俊几巴掌 她的嘴角瞬间溢出血液 周子俊傻傻地笑笑 柳如烟 你喜欢我 你怎么能嫁给他呢 你明明那么爱我 我不过是看你快喜欢上他了 所以才忍不住出手了 周子俊打开我死前的录音 他打开音频 里面全是我歇斯底里喊救命的声音 还有虚弱的道歉 柳如烟 我错了 我不喜欢你了 求你放我出去好不好 每一句虚弱无助的哭喊 都有力地砸在了柳如烟的心上 她心红着双眼看着周子俊 够了 你别放了 她捂着耳朵哭泣 柳如烟间接导致了我的死亡 她在法律的意义上被宣判了无罪 可只有她知道 是她害死了我 尸体下葬那天 下起了很大的雨 柳如烟被拦在了葬里的外面 她不顾安保的阻拦 要冲进来被妈妈砍了出去 妈妈哭着抱着我的遗照 我的儿子死得那么痛苦 你知不知道他最怕热了 他却死在了火灾里 我的孩子被你整整饿了三天 你为了一只狗 要了我孩子的命 屋外瓢泼大雨 而对于我这个死在火灾里的人 觉得很舒服 死之前 我热到失去知觉 我饿到胃不发麻 如果可以托梦多好 希望我的坟墓前多一点吃的 下葬的时候 妈妈听法医说我生前饿了三天 他为我带了很多我爱吃的东西 还有一把扇子 我的灵魂狼吞虎咽地吃着这些贡品 柳如烟有很多房产 他所有的家都灯火通明 他说怕我找不到回家的路 可我觉得太好笑了 烧死我的那个房间里 装着无数的零食 还有无数的水 柳如烟待在那个房间里整宿 看着角落的血痕 他眼神呆呆的 次年 在同一间屋子里 柳如烟用和我同样的死法自杀了 可是他没死成 成了重度烧伤 比起死亡 重度烧伤更为痛苦 他的脸不再像以前那般好看了 他戴着口罩在我的坟墓前 对不起 我不好看了 你还会喜欢我吗 他笑了笑摇摇头 你再也不会喜欢我了 是我把你害死了 笑着笑着 他哭了 往后余生 他时常在半夜噩梦缠身 身上的伤口也永远愈合不了 那些灼烧不断地提醒着 他愚蠢的过往 全文完 你就会喜欢我 没过来 尽快